另外再看到有一辆汽车就停在玉里分局的浊西派出所前面 那民众是跑下车向警察来求助说 他在路上看到一名男子酒醉在旁边路倒 想说晚上非常危险也打算要送他回家 但是问不出家里是住在哪里 只好把人送到派出所 希望警察能够协助他平安回家 原警撐扶这名男子一度拉不动 之前就有一名民众跑进分出所向值班原警求助 宣称在路上看到一名男子酒醉入导 想说夜间非常危险打算送他回家 但是他酒醉无法说出家住在哪里 只好把人带到派出所 希望警察能够协助来处理 所长表示多次询问下 得知这名酒醉男子的住处 就马上搀扶他回家 好小心 本局长陈伟文说 饮酒过量有害身体健康 夜间因为光线不佳 徒步独自返家有相当的危险性 外出燕影应该有人陪同 避免造成自身危险 他也温馨提醒 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或是骑乘脚踏车 酒后请找代驾或者是搭骑乘车回家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自行驾车回家 除了会危及自己生命之外 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G9高双双 卓西域里采访报道